能对依旭的时候 我们慢慢对大卫认识了很多 而这段经文也是大卫一段很特别的经文 因为通常你认识大卫 除了杀死哥里亚之后 我相信这段经文是你最熟悉的一段 就是大卫的犯罪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么多年 作为基督徒的日子里面 我们有起有跌过 但是对我来说 我认为一个基督徒 在你属灵的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些说是提讨 有些说是读经 但是对我来说 作为一个基督徒 生命真正的成长 是说你和神的关系 既然是和神的关系最大的问题 中间有没有左隔 左隔就是我们的罪 而我们左隔的罪 很多时候我们慢慢越来越轻 看了罪对我们的影响力 以至到当我们说我们认罪的时候 越来越觉得 我们的罪不是一种很刺耳的东西 而是我们在说我们的罪的时候 越来越说是属灵 所以今天我想透过 大卫这次犯罪的事件 再看看属灵生命里面 究竟怎样才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怎样才是可以叫做 是与神关系建立起来的一个生命 所以我想和大家读这个《撒梅尔记下》 第十二章 第一就是第十四节 好 找到他一起读 预备 《撒梅尔记》 也说 猜遣拿丹去见大卫 拿丹到了大卫那女 对他说 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 一个是富户 一个是穷人 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 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 别无所有 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 是他所吃的和他所喝的 罪在他怀中 罪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 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 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 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 他取了那穷人的羊羔 预备给客人吃 大卫兽甚佬老老那人 对拿丹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行舍事的人该死 他必常还阳高四倍 因为他行道是 没有连述的心 拿丹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告你作以色列的王 告你脱离素罗的手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 将你主人的妻交给你怀侣 又将以色列和由大家赐给你 你若还以为不足 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的命令 行他眼中汗为恶的事呢 你这阿满人的刀 杀害黑人乌尼亚 又取了他的妻为妻 你既藐视我 取了黑人乌尼亚的妻为妻 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从你家中 倾起祸患攻击你 我必从你眼前 把你的妃笨似给别人 他在日光之下 就与他们同寻 你在暗中行这事 我叫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日光之下报应你 大卫对拿丹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拿丹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只是你行这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 带得泄毒的机会 故此你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我们做一次我们低头祈祷 亲日祖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做一次的仰望 愿神你自己的怜悯 临到我们众人身上 我们继续的倚靠 继续的追求认识主理 我们这样祈祷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这段经文 其实在第十一章 开始讲的是背景 背景就是大卫已经是做王 已经是平定所有的祸患 所以打仗就不用他出去 就约押将军 带他的神仆 带他的指式的士兵出去打仗 大卫就在自己的宫廷里面就可以了 就在这件事件里面 就有一次太阳平静 大卫起身 从皇宫望去就见到拔士巴洗凉 于是就找人问这个妇人是谁 最后就接了拔士巴 在皇宫当中和她发生淫恋 圣经记载大卫犯罪这件事件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它就会成为我们的很大的焦点 当他犯错如果是拍戏的话 可能这件事件 就会演绎很多的事情发生出来 不如如果你留意圣经的记载很特别 因为圣经的记载里面 大卫的犯罪 只是用了四节经文而已 在第十一章二节五节 四节经文讲 大卫犯了淫乱的罪 不过特别就是 在第十一章十二章这件经文里面 圣经里面讲了很长 究竟犯罪之后 我们怎样回应 神怎样回应 所以你发觉 撒母耳机下第十一十二章 重点不是大卫犯罪 重点就是 在你犯罪之后 在你得罪神之后 在得罪人之后 究竟你怎样回应 所以 我们先看 其实在第十一章里面 人是怎样回应 很特别 因为当大卫犯罪 拔士巴 就猜拔个仆人 告诉大卫听 大卫 我有了小孩 我怀孕 当拔士巴 他告诉大卫听 大卫知道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对于一些的罪恶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隐藏 借概 不要让人知道 我犯错了 我自己解决了 搞定这件事件就可以了 于是他怎样做呢 于是他就派人找约颜将军 请你叫回乌利亚回家 希望乌利亚回到家 和太太发生关系 以至到这件事件就这样隐藏了 过去了 没有事发生过 于是叫乌利亚回到这个地方 圣经就记载大卫问候乌利亚的时候很有趣 他问 约颜将军如何 前线的达士兵如何 你如何 这些都不是他的重点 对不对 不过我作为这个元帅 不问你这些事件 就好像很恶然地突然叫你回来 用这些好合情合理 一切人看下去都顺理成章的事情 他去想解决了一些这样的危机 他就希望乌利亚回来之后就回家 谁知道乌利亚 他走到第一晚就走到城门口那里睡觉 不要回到家 顺理成章因为大卫的宫殿 望到他就去家了 他已经去到宫殿里面见大卫 基本上回家都很顺便 一定经过的 但他没有回到 而且有神博就告诉大卫听 乌利亚很忠心 他连回来的时候 他都不回家 他都正在守着城门 不过对大卫来说 他不是忠心 大卫不是想去守城门 大卫想去回家 他不肯 于是第一招不行 想第二招 就请他吃喝 请他吃喝 吃东西 他就问乌利亚 为什么你不回家 他说我们前线的士兵仍然在打仗 我岂可吃喝 我岂可与妻子发生关系呢 你发觉到他说与妻子同寻这件事情 不是大卫去说 是乌利亚说 其实是很特别的 因为如果乌利亚的口出来 究竟是不是乌利亚听到风声 有些问题发生 所以不肯回家 圣经没有详细交代这件事情 就是说乌利亚不肯回家 大卫的做法就是 你不回家 我请你来皇宫喝酒 喝到你醉 拨回家 那他就去皇宫喝酒 就和大卫一起喝 喝到醉纷纷 要找人送他回家 谁知他都不肯回家 他就去众人聚集的地方 所以你发觉到 我们的做法 在你犯了错误 犯了罪恶的时候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掩盖 再掩盖 再掩盖 曾经听过 有肢体 因为有第三者缘故 在家的附近 租个酒店发生了关系 太太不知道 直到收到月费单 就问老公 老公 为什么把月费单 在旁边的酒店 租酒店的呢 没理由你家里不住 住住酒店的嘛 对不对 接着老公就告诉他 我有朋友来 招待他 所以就在酒店那里招待他 第一次是这样 第二次也是这样 第三次是这样 真的有那么多朋友吗 总之就发觉到 这件事件就敗路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 当一件事件你做错了 你再用那件事件去掩盖 掩盖第二件事件之后 你用第三件事件来掩盖 一个大话是用过千件大话 来覆盖他 所以你发觉到大卫最终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 怎么做呢 你就说 我写信给这个约颜 就叫乌利亚带封信给约颜 就告诉约颜听 他的大将军 打仗的时候 你就派乌利亚去到前方 最危险的地方 跟着那些对方的敌人来到的时候 就叫所有的士兵退后 那他就会死了 约颜不是跟足大卫所做的事的 不是真的这样做的约颜 因为这样做就很恶言 对不对 你怎么解释给这些同伴听 打仗的时候 剩下一个呢 所以那个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 他派了一队军士 一队军长 包括有乌利亚在这 就去前锋打仗 派去最危险的地方 他打的时候 全军覆没 其中一个死的就是乌利亚 人的错误 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他 人的失败 是用另一个失败去掩盖他 很多时候 我发觉到 当弟兄姊妹在罪恶里面 特别在四十岁五十岁 或者这个年纪的时候 其实很难想象 这个时间原来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 可能是男士的中年危机 又或者是女士的中年危机 我们就发觉到 在这个婚姻里面 有第三者的出现 我以为第三者出现 弟兄才会有的 其实原来姊妹都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发觉到 当他们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第三者来到 他做的方法是什么呢 离婚 大家各走各路 既然 大家的感情都没有了 大家的爱情都没有了 而且我现在有第二春 挺好听的 人生的新的开始 美化了那种的坟墓 以至到我们越走越深 人对解决问题的地方 是用更大的罪 去隐盖自己的罪 所以最后出来的问题 更严重 所以你发觉到 在圣经里面记载 第十一章的时候 记载乌利亚死顺的时候 大卫就明正言顺 就接拔是巴黎 他的皇公罪的妻子 很好听的 有阵亡的战士 的遗伤 现在你作为皇帝 慰问的遗伤 你会接纳他 作为你的妻子 一个多荣耀的事 多体面的事 个人看下去的时候 都顺理成章的事 弟兄姊妹 当你犯罪 当你离开了主的时候 你都是不是 找着一些合情合理的方法解释 你是否用一个更大的罪 来掩盖一个更大的罪的出现 你是否用着一种 合情合理 个个都觉得 顺理成章的事情 你继续在你的罪恶当中生活 在圣经里面 第十一章的时候 的总结 最后的几句说话 是什么呢 他说 当大卫将拔士巴 接到皇宫之后 拔士巴就做了 大卫的妻子 被大卫生了一个儿子 但大卫行这件事 也说甚不起悦 也说甚不起悦 在你以为 你可以门天过海 以为只有你知 没有人知的时间里面 你以为 你隐藏得很好的情况里面 原来 神对你的人生 神对你的生活 神对你的生命 甚不起悦 很多时候我们说 犯罪 奸淫 可能是我们的罪 圣经里都有说 原来在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发脾气 在你的生命里面 去指责其他人 去传言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的罪 当我们犯在这样的罪恶当中的时候 神告诉你 神神不起悦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 在一个罪恶里面 神怎么面对你呢 在人面对错误 在你犯错之后 你会隐藏 你会合成合理的解决 你会告诉牧师听 神啊 我都是人的 你会告诉牧师听 我软弱 其实有时候 做牧师也很难 因为弟兄姊妹 来到教会 我们期望神的大爱临度 对不对 牧师对你 应该做的事 是大爱包容的 牧师真的会包容你的 不过神包容你 你会试试 你发觉到 在神的接纳你的爱当中 在弟兄姊妹对你 接纳的爱当中 不是说 我是这样的了 你就可以弄了 不是你说 我自己不成长 我自己的情况是这样 我家庭有需要 我那方面有需要 我那些东西可以处理 所以我信仰不成长 我是顺利成长 合情合理 你看到神怎么面对 你自己这样的情况 神怎么面对 在你自己 在信仰不成长的过程里面 神怎么面对你 先后讲人的面对 就是用逃避 用隐藏 用合尘合理 我对自己 找藉口来解释 神怎么回应 去到第十二章 神就差遣拿丹 来见大卫 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你一个城里面 有两个人 一个有钱的人 一个穷人 一个有钱人 一个穷人 在第十二章 我们在第十章 第一节 那里开始讲 他说有钱的人 就是很多牛群羊群 有一次 就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远方来的客人 来探他 他就不舍得 自己的那些牛群羊群 那里 拿一只来到汤 他怎么呢 就在一个穷人那里 来找一个来 来剃了他那只 小群羊羊群 这就是唯一的小群羊群 就预备了 来给客人吃 你听到这句的时候 大卫就很生气 大卫很生气 大卫说 行者事的人必死 人见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人里面 见到人眼里面的刺 但是见不到你自己眼里的凉目 我们可以在人里面 找到的鸡蛋里面 都要找到骨头出来 如果要找问题 我相信我们个个都很聪明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人 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放到大卫 用一个正常人 一个很公正的说法 是说 一个很公正的判断 行者事的人必死 这样的情况之下 拿单接触第六节 第七节的时候就讲了 第七节 讲一句很严重的说话 你就是那人 你发觉神对回应的时候 用拿单讲了一个故事回应 在这个故事里面 想讲些什么呢 很多时候 在你的认识里面 大卫就是那个富有的人 然后就是这个乌里亚 就是那个穷人 他就杀了 拿了这个乌里亚的妻子为妻 就好像杀了羊羔 第一段经文 在中文来计算 很简单 有钱人 穷人 和客人 但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 伊树来到第七节 这个字很特殊的 是可能是圣经里面 有意地这样 编排放下去 就是说 你就是那人 个那人的字 那人这个字 其实是他讲的 原来他可以指向富有的人 可以指向他穷的人 甚至可以指向客人 所以有些解经书就说 其实在这里 神要讲的第一步 不是他指责大卫主 在这里想讲的第一步 他讲的那个富人 是讲的神 他讲的那个客人 是讲的大卫 那个穷人 其实是指向素罗 这些他解释的时候 他怎么解释呢 他说 神在大卫 在第八节开始 在第八节他解释就说 因为神将你主人的家与切给你 就是素罗的家与切给你 不单止将主人的家与切给你 是主人的妻都交了给你 又将意思 你和犹大的家都赐给你了 你不够的话 我就加倍给你 本应这些的野都是属于素罗的 但是神在你的身上 因为要赐福给你 你本来是不配的客女 你本来来到这个地方 没有地居住 没有食物可吃 对那个穷人来讲 虽然穷 但是仍有个居住的地方 仍然有这个小母羊羔 但是神对你 你想想你以往 神怎么对你 你由你信主之后 神不断地赐恩给你 照顾你的家庭 神不断赐恩给你 照顾你的儿女 神不断在你应该没有的地方里面 神不断给你恩典 如果你仍然认为不够 神就加倍地赐恩给你 所以你发现到原来神的回应 第一件事 祂很想你明白 你想想想以前 你想想过去 你想想你信主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你当时愿意服侍神的心 你记不记得 当时你愿意放下自己 跟从主 不跟从自己的心意 你愿意自己做错 你愿意悔改 在神面前 告诉神听 我愿意跟从主 你 你记不记得 那一刻 神要的第一件事 祂提醒的 祂不是 祂立刻刑罚你 神提醒的 祂很想你明白一件事 你望一下 你看一下 神是其实不断赐恩给你 你今天移民来到澳洲 这么多年了 神不断的保守你 让你的家庭慢慢成长 以前很难教的小孩子 现在都拍拖 准备结婚 以前的橫皮仔 橫皮女 现在都大过了 现在可能他带你到处去逛街 所以你发现到 你有没有望回这个日子 原来这些恩典 是神不断赐福给你的 神说 请你记得 如果不足够 我就加倍赐给你了 所以当说 你就是那人 他不只是说 他刑罚 他想先说的第一件事 是说 是那个 神赐恩给你 神赐福给你的人 但是跟着 他第十一节 就开始反转来说了 在第十一节 他就开始说 要说如此说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和患攻击你 我必从你眼前将你的妃笨赐给别人 在你的日光之下 就要他们同寻 神的刑罚仍然临到 即使说 当你犯罪之后 你不要想着信耶稣基督 只是得恩典 就是我们讲笑 香港以前的 就是偽红灯 信耶稣得永生 谁知道永生那两字 不见了一些皮 不见了一栋 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 人也是 我们很想神赐福 我们很想陈慈恩 我很想平安度过 我很想家庭开心 我想压力放低 但是在你的罪恶当中 在你的信仰藐视耶华的里面 神的就座就临到 所以为什么你在这么多年里面的生活 仍然辛辛苦苦的牢碌 仍然不见到成长 为什么在这么多年里面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是信耶稣得永生 而且得得更丰盛吗 为什么在我生命里面 不能够丰盛呢 是因为在你的信仰里面 仍然有罪恶 在你的生活里面 仍然与神隔离 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仍然不愿意 走出你的第一步 叫你回小祖 叫救命 很多时候我们很少的事 我们不会回 如果我们有一个主要学 你愿意学习呢 去追求认识神 在你的生活里面 我们有没有依靠神呢 神说 你看看我赐恩典给你 赐福给你 但是你的回应是什么呢 你藐视我 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不启重我 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不启重神的恩典 所以 我轻起刀剑 来攻击你 所以你说 为什么我面对这么多难处 为什么我捱完这么久 我的先生都没信主 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困境里面的事 我都做完了 顶姐妹 你要记住 在圣经里面 当人犯罪的时候 是我们很想隐瞒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你 神仍然的刑罚 要临到你身上 但是虽然 神会告诉你 我的恩典是临到你的 不过你记住 恩典 遇不过你的罪 当人有罪的时候 神的刑罚 仍然临到 圣经就说 跟着 跳下去 前回一节 第十二十三节 不好意思 十二节 十三节 十二节 你暗中行者事 我叫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日光之下 报应你 我们以为 也觉得很好 没有人知道 所以很多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怕牧师探访 一探访 不用来了 可以了 我搞定了 我搞定 我会来回教会了 在香港就说 每个人怕着 那只麻雀桌 不知道收到哪里 试过在香港 探访是这样的 在这一树 其实我就说 圣经有没有说 不准打麻雀呢 我回答你 没有 信徒可不可以打麻雀呢 我回答你 以前我不准 我觉得圣经 觉得你浪费时间 但我现在到六十几岁 那些我鼓励你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 你不用 你的脑就会生瘦的了 但其实这不是一个标准来的 不是一个标准 标准在哪里呢 标准是 究竟 你做的一件事 是不是土神喜悦呢 有没有一个罪 隔了你和神的隔离呢 所以 当你在暗中行这事 圣经就说 你以为你隐藏得好 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了 神就说 我要在日光之下 让人人都知道 让你所行的事 让每个人都明白 就好像大卫犯 一个奸淫的事件 大卫以为隐藏得很好 我又杀了乌里亚 又娶了 又娶了密士帕为妻 又杀了小孩子 是 可以这样看 但另一方面 你留意一下 最少两个仆人 知道这件事件 就是当大卫警察问 这个布什巴 这个妇人是谁的时候 那个仆人知道 找人接布什巴 来皇宫里面 这个仆人知道 布什巴 有人之后 警察那个仆人 告诉大卫 这个仆人知道 所以其实普遍的估计 是乌里亚知 所以不肯回家 在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 以为我们自己做了 就隐藏得很好 合理 顺理成章 解决了所有问题 你以为你解决了问题 不过你用一种更差的方法 神要让人人都知 对于大卫人生来说 大卫一生 其实你知不知道 大卫想要什么 大卫不是要爱情 所以大卫不爱米甲 其实 大卫所要的是皇位 由高纳他为止 他已经说话很小心 做话很小心 每一步都要踏上去 为了成为将来的皇帝 来铺路 是他成功了 但是竟然走到这个步伐的时候 因为一个女子 将他一生所做的事 都完全牺牲了 远先他一手所建立的事 全部都毁灭 其实我看到很多家庭都一样 本应有好的家庭 因为第三者的缘故 一家都毁灭了 不单是夫妻之间的问题出了来 而且下一代都受影响 大卫在这个时间 失去了很冷静的判断 他不能够去决定到 怎么样做得最好 大卫很厉害的说话 但是大卫越走越错 一失足成千古痕 当你走错第一步的时候 接着第二步 接着第三步 慢慢困在一个 自己好像走投无路 无路可逃的情况之下 大卫这样跌倒 究竟是不是神要凝罚他呢 神的凝罚很严重的 你有意一下 是大卫和拔是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 圣经说他必定要死 必定要死 你有问一个问题就是 父母有事 关于小孩子有什么事呢 这是大学问题 不关事的 为什么要罚他的小孩子呢 你发学到原来在很多的罪里面 都禍言下一代 特别是奸任 在奸任里面 有第三者的关系当中 很多时候都禍言下一代 让下一代里面 在新心灵都受挫 在这么多年的辅导里面 我未见过弟兄 也都未见过姐妹会告诉我 我父母因为这样的原因 他觉得很荣耀 每次当和这些弟兄姐妹 解决他自己父母 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都很痛心 特别早期的时候 在中国有一个 移拉村的时候 很难解决 就此家庭分裂 离婚收场 所以弟兄姐妹 神在这书究竟是不是管教呢 神要做的事你发觉到 原来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神不是要凝罚你 令到你跌倒 跌倒之后 以后不理解你 不是 神差遣拿单建大会 是神拯救大会的第一步 就是说 神原来差遣你的弟兄姐妹 神原来差遣你的朋友 在当中对你的提醒 是神拯救你的第一步 而你第一步里面 你有没有回应呢 如果当神在一个轻微的地方里面 提醒你 你不回应的话 神可以做的 就是更严重 更厉害 更责任 更重的 来临到你身上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明白 由人提醒你 你会反感 我们可以说 lunch of your business 不关你事 我们都觉得 现在是我们的私隐 我自己的私事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关你什么事 牧师都是这么说 弟兄姐妹 当有人提醒你 当有人告诉你 你就很快快地悔改 否则的话 神更重地 临到你身上 很多时候我们很想 将这件事件 特别犯罪之后的结果解决 我们以为 我们解决了所有问题 犯罪之后 结果就不临到我们身上 每件事件都没有事发生过 好像没有发生一样 但是你留意一样东西 在这件事件里面 神特别提醒大位 不会这样的 你每做一件事 神可以赦免你 但是你做每件事 神都跟着追问你 你所做的某一件事 所犯的罪恶 神最后都要做一个审判出来 神要去确认你的罪恶 就像一个医生 确认你的疾病一样 不确认你的疾病 就不可以对症下药 你自己不承认你自己有这样的罪恶 你不承认你自己有这样的情况 再一次走出来的话 你那个情况仍然严重 弟兄姊妹 不要想着我信了这么多年 我回了教育这么久 我一定上天堂 如果你留下那本书 如果你看一些 是讲着主再来 信徒被提的书 不知为什么他们很流行 当然留下牧师 我们想 如果牧师到主来的时候 都不会被提的话 我们选一次去读圣经 多一点 那你呢 你怎么知道神力的时候 你是一位得救的基督徒呢 为什么在今天里面 不好好认识着主 为什么在今天里面 不努力地去追求跟从主 为什么在今天里面 我们仍然可以很轻地生活 为什么在今天里面 我们仍然不跟从 不知道 神在我身边 我常常都觉得一样 今天我们将属灵与属世 连在一起 我们不觉得有属灵这个事件发生 我们不觉得有灵界的事件发生 我们不觉得神存在在这发生 我们就觉得 今天我们处理这个生活 我们处理家庭问题 我们要去买熟 我们要煮饭 我们要上班 我们要面对一些很烦的人 弟兄姐妹 原来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生命当中 神就与你同在 神没有放弃大卫 大卫虽然犯罪 神仍然差遣 这个的拿丹来拯救他 你发到 神要求 神期望的是什么呢 在撒母耳记里面 去到第十三节 回去第十三节 是神体人的回应 大卫对拿丹说 我得罪只要说了 如果你记得大卫很懂得说话 要么不说 说完就很厉害 他想清想错才说话 这个是大卫 当他说给扫罗听 我不杀你的时候 其实不是说给扫罗听 会告诉他所有军长听 最重要的那句就是说 因为你是耶华高纳 所以不能杀 就是因为他说给别人听 我是耶华高纳 你也不能杀我 这个大卫很聪明 长篇大论 都是为了建立自己 但在这儿只有两个字 希伯来文只有两个字 中文是长了一点 在全文里面 只有两个字 我得罪耶和华 原文只有两个字 这么懂得说话的大卫 到现在不说话 在拿丹对他困分的时候 他认罪 他不是找借口解释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家里有很多问题 我先生还没信 我要照顾家庭 我小孩不听话 我会处理这些问题 弟兄姊妹 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 而是我想告诉你 你搞错了 你搞错了就是 你很想用自己的能力 用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手段来解决的问题 我想告诉你们 当我做牧师这么多年 特别是开基督分堂的时候 我有很大的挣扎 我其中一个很大的挣扎 就是经常听到别人告诉我 做牧师很隐蔽在教会 很违世在教会 被那些兽子不信 其实听完之后 特别是这么多人都这样告诉我 这就更加害怕了 我有三个 一个已经断探了 三个不知道怎么照顾了 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其实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知道我将来的兽子 会不会信主 我不知道将来的兽子 会不会 就是 壞了 我不知道的兽子 将来会不会跟从主 但我只有一件事 我将我的生命跟从主 虽然不一定做得好 但我知道 我唯一所做的 是听神的说话 如果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跟从主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说 神照顾你的家庭 不是好过你自己照顾你的家庭吗 创造千山 万物属于他的神 去照顾你 不是好过你自己去照顾你自己吗 为什么不交在神的手里面呢 神要求大卫的回应 只是一句 我得罪 耶和华 不是再去找藉口 不是再去找一些原因 去告诉别人 不关我事 没有事发生过 不要告诉别人 他们听很正常 我没事 但是接着又不跟从主行 但是 圣经里面 其中一件事 到第十四节的时候 他就说 你的儿子必定死 但是当他儿子 他死的时候 大卫为了他儿子禁食七日 祈祷七日 直到他儿子死了为止 但是当他儿子死了之后 大卫就又吃又喝 又去圣殿敬拜 这些仆人就很奇怪 就问大卫 大卫 你应该 你儿子死了 你应该很伤心 因为禁食祈祷 但是为什么 你儿子未死之前 你就禁食祈祷 你儿子死了之后 又吃又喝 大卫说了一句 很重要的说话 是因为 当我儿子未死的时候 我向神祈求 祈求神医治 但是当我儿子死了之后 他不能够来我那儿 但是我将来一定去他那儿 大卫看到是 罪恶所散生的那种伤痛 罪恶所产生的那种 杀害力是很大的 是他知道他挽回不了的情况 是他知道那种伤害性 是挽回不了的 而且有一日 他要去到死亡当中 罪恶 不会说你信了耶稣 以靠神之后 日不后少 什么事都没有 罪恶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当然我们说 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一罪付上熟架了 但是在你现实生活的 每一个过程里面 当你犯了每一件事件 所藐视耶和华的事情 人都需要承担付出的代价 只不过 在第十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没有打出来的了 在十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的时候 讲到所罗门出身 大卫安慰他的妻 拔士巴 就因为他的儿子死了 也都与拔士巴同寻 拔士巴就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做所罗门 耶华也起开他 就值先知那丹 赐给他一个名字 叫耶底底亚 耶底底亚的意思 是因为耶华爱他 我们很多时候认为 一个人犯罪之后 就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们以为一个人犯罪之后 就永无翻身之地 你又犯错了 神不是这么看 神在你犯罪之后 神要让你知道 神仍然爱你 神要拯救你 但你所做的有刑罚 但是神没有放弃过你 而且神仍然可以赐恩典给你 所以见到很多时候 有弟兄姊妹 在神面前认罪犯错了之后 今天她可以很好的侍奉主 因为神赦免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放过人 不放过人 不放过我们 所认为不好的人 我们认为 他做错一件事 就永远都是错 你搞错了 神看我们不是 神满有怜悯 满有恩典 神给你有新的机会 弟兄姊妹 拿着这个机会 重新在神面前悔改 拿着这个机会 重新努力的追求认识神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神家里面 一个忠心的成员 一个毁身的弟兄姊妹 让神赐福给你 我们低头来祈祷 祝主我们在你面前 祷告你 求主你赦免我们隐言未言的罪 求主你赦免我们 在当中得罪人 得罪神的罪 很多时候我们 要将我们的罪恶隐藏 将我们的邪恶隐藏 直至有一天曝光的时候 我们就离离而去 主要求主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 因为神你仍然知道 我们是软弱的人的时候 你仍然赐恩典给我们 赐福给我们 但你也说过 并不因我们 单单依靠主你的受 我们就没有那个代价 那种的刑罚 我们仍然要承受 我们所做错的事情 但是神你没有放弃我们 你似大位 他一个新的儿子 所罗门 你似他一个新的名字 耶底底雅 是耶华爱他 神在我们犯罪 得罪神你的时候 神你期望我们悔改 你期望我们真诚的 重新踏上信仰的路 你给我们 有新的生命 因为你告诉我们 你仍然爱我 我们感谢你 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 阿们 谢谢